全台灣現在假肉橫行 包括我們做了 這個台灣假肉排行榜 結果發現牛肉乾 漢堡肉最多了 他們是一點牛肉都沒有 就是最最最常見 那很多時候我會想說 那吃素好了 結果吃素也參昏 這種狀況也常有 連吃素都逃不掉 來 各位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牛肉乾 你會想到說 這可能應該都是牛肉吧 錯 這可能裡面完全不是牛肉 只是你聞起來 是牛肉的味道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就是用牛肉筋 大陸還用牛肉膏 那味道更棒 但更假 再來看漢堡 每天早上都要吃對不對 把它打開來 當然打開來賣相是不太好 可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一片肉 我只是輕輕要把它拿出來 它就裂開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你每天到底在吃什麼 現在看你要怎麼翻這本書 好 現在 現在我有絕大的難題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講到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華原工廠 我們今天被衛生 衛生單位查出來 華原工廠 你知道嗎 在何國榮 就這個黑心大老版的 電腦面前 他叫所有員工 趕快把電腦的資料銷毀 然後他上面還有一本 這個書叫做 怎樣吃呢 就是素食最健康 意思就是說 他自己賣黑心羊肉 但是他自己卻標榜 他自己要吃素 這是一個多大的諷刺 好 講到這邊 頂心不也這樣嗎 對 你會意外嗎 華原工廠也不敢吃自己的油 他們自己也還有進口橄欖油 對不對 這個何國榮 也自己也心虛說 還有我還是吃素比較好 除了這樣 你看 其實真的像剛剛郭委員講的 在大陸 大陸現在情況多嚴重 有一個陳先生 他上次在攤販裡面 在廣州珠海 買了一斤十二塊 一斤才十二塊的牛肉 哎呀 怎麼那麼便宜 就問攤販 攤販說 不理你 攤販不回答 完全不理他 他想 很恐怖啊 帶回去 然後把那牛肉洗一洗 一洗 那牛肉變白了 然後洗出來的水 藍色啊 洗出來的水是紅的 不信邪 第二次再去買 跟另外一個攤販 旁邊 不給前面那個攤販看到 再回去 也是一樣 這回洗得更白 洗出來的顏色 跟前一天他洗出來了 一筆完全一模一樣 帶記者去問 結果那些攤販 通通躲不理你 他說 我們賣得挺好的啊 昨天才賣十箱出去 所以我真的很怕 原來大陸的黑心是這一樣 有造於是 台灣也變成這樣 也會變這樣嗎 所以我剛剛就在講說 其實大家現在都在問說 還有什麼是真的 我說這句話 也真的是聽到很膩很膩了 可是我要問到宏廷的 就是說 這黑心食品 在台灣已經成了常態了嗎 現在也太悲哀了吧 我想台灣大家都知道 就以食品加工業來講 食品加工業是我們台灣一個滿 就是說具有這個 技術水平的一個產業 但沒想到大家今天發現 我們台灣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原物料的上游 食品的上游 都發生這樣的問題 那確實政府在管理方面 做得不好 所以問題就在管理 以台灣的市場而言 我們這個國家的市場並不大 所以換句話說 上游的這幾個廠商 它的這個就是幾家產業 要管很好管 但是我們問題是 整個政府在查的部分之中 你是在早上游 還是在查下游 你今天查下游是沒有意義的 今天你上游的廠商 你會發現從頂星 包括這幾件事 塑化劑 我們會發現一再一再的看到 出事的地方都在哪裡 都在上游 就換句話 如何在上游這邊 制定一個好的管理辦法 那這是非常重要 我以前薛天時期的時候 很喜歡吃漢堡 然後喜歡到就是會去 就是後來去他們那個素食店打工 那打工的時候 就是他裡面有很多東西 很多備料都是在裡面 可是有時候我們會用手去 他等於是會叫我們用手 去拿就對了 我說沒有那個素食 沒有那個手套嗎 他說沒有 因為客人客人很快就要來點餐 所以我們沒有那個時間去處理 那有時候還會看到裡面 還有還有那個就是老鼠 那些之類的 在裡面牛串都有 對 然後我後來覺得 我這樣很噁心 然後包含我們現在看到牛肉裡面 這牛肉裡面有些是餐馬肉 對 馬肉 因為馬肉的那個成分是最接近 而且用在於那個牛肉乾上是最多的 對 因為他會直接 餐那些香料在這裡面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他基本上土質是差不多的東西 差不多 因為像這樣子的話 就剛剛黃翔哥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這裡面他會有加一些香料的部分 但是香料的部分呢 跟馬肉含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外面人完全都不知道 補充一下 不只是臺灣 中國大陸發生這種事情 歐洲一樣發生這種事情 包括英國 愛爾蘭 法國 都曾經有用馬肉直接當牛肉賣過 那實際上我自己在念書的時候 我們那學校旁邊有一家牛肉麵店 那個老闆因為跟我很熟 他直接跟我講 我們那個就是用馬肉做的 哪個學校 哪個學校 這個就不要講了 反正北部滿知名的啦 選一下 等一下 久安長 因為我今天最近我早午餐 我都吃麥當勞 然後我很愛吃快車肉乾的肉乾 牛肉乾 那他們跟我說 你要怎麼分辨真的和假的呢 很簡單 真的一斤是450到500塊 那假的話是200塊 所以整個價差差一倍 你不覺得非常誇張嗎 用價錢可以判斷 對 而且還有色澤 他可以故意賣貴一點 對 所以有些商人就這樣 而且他有可能是和成龍或是年酌劑 一定要把這些黑心廠商關錢 讓他們直接吃到飽 好 妳提 身為台灣人 我真的覺得我們這些黑心商品 真的很不好 因為台灣原本是要成為 亞太的營運中心 可是如今我們變成亞太的偽造中心 妳講的是昨天的夢想 速化 速化即時我們的珍奶是假的 那毒油使豬油也是假的 石膏使豆腐也是假的 那組合牛肉使牛排也是假的 現在掛羊頭豬肉也是假的 那現在台灣到底還剩下什麼是真的呢 那黑心商人是真的 無能政府也是真的 我們至少可以成就一個 亞太加工中心 對 更真的是我們年輕人的薪資 就是一直倒退 這讓我覺得非常好 那主要在上面嗎 我覺得是以現在社會來講 它是一個趨勢 因為除了可以延長食物的保存 之後還是可以運送 你看我們也吃得到歐洲的東西 怎麼可能新鮮的送過來 早就爛掉了 它其實是一個趨勢 可是我覺得至少牛應該是牛 羊應該是羊 不應該是這樣全部混在一起 那如果有些性教 譬如說回教 它不吃豬肉 可是你卻會混了豬肉在裡面 那讓人家破戒 真的很不道德 其實我說真的 劉威熊早就破戒了 我跟妳講 商人只要有利潤 他一定有人想辦法去作假 想辦法去賺這個價差 問題是我們的法律太輕 我們對這些東西 向來都是重放 隨便罰一罰 你知道這次這個何國瓶被抓到 他最高能夠被罰多少錢嗎 五千萬而已 根本沒有 那是最重 那實際上以我們的法官 搞不好到最後是一百二十萬 也解決了 所以你覺得這些商人會怕嗎 是我一點都不怕 打不了被抓罰點錢 我下次繼續幹 對 所以還是源頭管理 加這個重判重罰 這才是解決這個食安問題的 最基本福利重新的方式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再繼續討論